它是兩款椰青水混合的 海南島和泰國的 才能做出湯底 試試一隻雞 這個很新鮮、大鴨 真是雞有雞味 好吃 嘩,你看 幾乎我臉這麼大 嘩,大家看到我在賣蠔嗎? 這是蠔王來的 因為這個時候 秋冬天的蠔是特別肥美、特別鮮味的 這個蠔鎮全部都是站光 因為那些海豬特別的鹹 那裏現在產的蠔是最好吃、最甜美的時候 這個時候蠔王 這個臉這麼大的蠔王多少錢呢? 師傅多少錢一隻? 十六塊一隻 十六塊一隻 你超市都買不到這樣的價錢 好划算,這麼大隻 你知道男人最喜歡吃蠔,需要補一補 秋風起,一定要吃煲仔飯 這個煲仔飯,大家看看飯焦 深圳的餐飲熱競爭很厲害 你知道全國各地,五層四海 什麼菜都要吃 說到深圳,深圳菜有什麼呢? 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椰子雞 椰子雞是深圳發明的 Made in深圳的餐 因為在90年代的敏感度 有一個店家,他把文昌的雞 和海南的椰子一起煮 發明了深圳椰子雞 這間就是深圳椰子雞 其中一間表表者叫做菜椰大椰子雞 他老店我就吃過了 就是水圍,很多香港人都吃過了 很久歷史的,水圍的 他兩間店在水圍,菜椰大 現在這間新店來的,黃光新開的 就是位於嘉年拿廣場 都很久歷史了 在羅湖好岸走過來,兩個字頭 就是嘉年拿廣場的地牢 這裡就有一間叫做菜椰大椰子雞 我們一天去試試 我們進來看看 來到兩個大冰櫃 一個叫做虎皮大龍躉 一個叫做新鮮黃牛肉 師傅,這些龍躉 什麼時候的? 剛才通出來的,很新鮮 很新鮮,今早送到的龍躉 那些牛肉呢? 看你切牛肉 都是今早送過來的 是今早送過來的 是 即是即湯即食 是呀,都要切 這個就是釣龍,這個是肥瓶 肥瓶就是我們香港所謂的肥牛 釣龍是牛背脊那一條 很長那一條 有雪花那些是一部份 有雪花那些釣龍就最好吃 龍躉還有這個 這個是什麼來的?乾來的 這個是魚乾 你看看,魚乾 很少見到這麼大的魚膠 魚乾 魚乾油就吃得多了 新鮮的魚乾我們是第一次見到的 這個魚乾都是用來錄火鍋的 是呀 噢 真是要嘗試這個新鮮的龍躉的魚乾 很矜貴 這個地方大了 因為以前在水圍店舖沒那麼大 它現在越做越好生意 樓上也有一層包箱 我們去看看 Hello,你好 這是海南椰青水 海南椰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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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這個又是有椰子 這邊是浸好的泰國椰青 這是浸好的泰國椰青 即是泰國遇上海南島 為什麼要這樣混呢 我們這邊就是兩種椰子 混在一起 海南椰青味淡一點 泰國椰青這邊浸好的 椰青味和甜度多一點 所以混在一起味道更好一點 嘩,真是專家 椰子雞很有講究 這個湯底 我們現在稱為竹生王 竹生王、椰子雞 這邊有廉士、竹生和馬太 好 等它煲滾,是嗎 對 這邊等它水滾之後 就要下雞 好,好 等它煲好煲 謝謝 水滾了 這邊可以下雞 這邊是一隻雞 一隻雞 然後拌勻 然後拌勻 這樣煮多久呢 這邊是兩個漏豆的時間 一次三分鐘、兩次就是六分鐘 六分鐘就可以吃了 對 好 看著漏豆 兩次 六、兩次 六分鐘之後就可以關火 或者跳太火 就可以吃了 最傳統的食法 加沙薑 還有這個 小小辣椒 還有一個 最重要的神水 靈魂所在 就是這些 金吉 金吉 就放在這裏 立即炸給你們看 因為它可以提供 清香和珠酸味味 最後呢 最後呢 就是加些豉油 完成了一個完美的椰子雞的點醬 哇 開櫃了 你好 這邊可以開櫃了 好 先調一下火 OK 先喝湯 對吃雞 好 這隻雞呢 是 走地雞來的 運動員雞 是嗎 這邊是廣西的酒靈雞 這邊先試一下 嚴味的椰子 最主要是酒地雞 好 來試一下湯底 海南配上泰國兩款椰子 加上廣西的酒靈雞 180天的運動員雞 好像我這樣 每天都做運動的 好不好喝 椰子雞呢 試過才知道 嘩 好清甜 它沒有加任何配料的 沒有 但是 完全是原色原味的 是 就是椰子雞胸 但是加了一些形調味 先試一下一隻雞 這個呢 就是180天的酒靈雞 酒靈 意思是說 在山上 通山走的 所以 跟我們平時吃的雞 是很不一樣的 嘩 很緊實 跟我們平時吃的雞 不一樣 它始終是酒地雞 這個酒靈雞 很緊實 不過呢 很新鮮 真的雞有雞味 好吃 喝完湯 吃完雞 現在開始吃一下 這個 肥牛 這隻呢 有雪花的肥牛 但是它給了提示我 10秒鐘就可以了 你看到水滾 現在數著 10秒鐘就可以了 拿去 沒有太多 這個就是肥牛 新鮮的肥牛 雪花很美 嗯 嗯 嗯 嘩 我吃好滑 基本上呢 入口即容 不用咬 那麼小 我都吃這些 蛋蛋肉 還有不用咬 的 等時間要耐一點 因為肉汁比較厚 沒有的關係 這裡要錄一分鐘 大家如果不記得的話 你們看這裡 這裡呢 是雞 不是手機 是雞 是真的椰子雞的攻略 雞呢 三到五分鐘 中蠔呢 一到兩分鐘 蠔是兩到三分鐘 龍躉呢 是一分鐘 牛肉是八到十秒 魚滑和蝦滑呢 是三分鐘 所以我現在落定 魚滑和蝦滑 這裡有魚滑和蝦滑 蝦呢 是白色的 蜜魚呢 是黑色的 也可以叫鴛鴦的 鴛鴦都OK 這個是三分鐘的關係 我現在先錄定它 這是蝦滑來的 再錄到一塊魚滑 找回我的龍躉出來 試一試這個龍躉的椰子雞 什麼味道 爽啊 肉質爽滑 我沒試過打火鍋吃龍躉 這麼奢侈 你以為很貴 告訴你價錢便宜到你不信 我們現在吃這個餐 叫做 竹生和椰子雞 一整隻雞是178 而龍躉的話 細份的是48 中份的是88 這個 這個已經是這裡最貴的餐點之一 現在呢 就是落蠔黃 蠔黃也是一樣 原理跟這個 我們剛才煮這個 滑魚滑一樣 都是三分鐘時間 就煮到這個 蠔黃 兩至三分鐘 嘗一嘗 用這個椰子雞湯 錄出來的蠔黃 嘩 好肥美啊 你看 錄完都這麼肥美 基本上沒有縮水 我試一下原味 等一下 好苦辣 好熱 嘩 好鮮甜 好甜 蠔本身已經是很鮮甜 新鮮的生蠔 加上椰子雞湯 鮮甜味滲進去 不用點任何東西 已經很好吃 嗯 棒 這個呢 都焗好了 這個是蒜蓉焗的生蠔 蒜蓉焗蠔黃 肉圓 超級多 很大 不客氣 这个更嫩一点 因为我焗了三分钟 这个焗出来更嫩一点更滑一点 大家一定要叫这个蒜蓉焗的蚝黄 好大牙好滑 这个还滑过我用这个椰子鸡汤 录出来的 哇 秋风起一定要吃煲仔饭了 这个煲仔饭 大家看看 饭椒 我最喜欢吃的饭椒 我真的是圆煲煲的 太水了都这么漂亮 闻到饭椒味 这里一定要煮食的煲仔饭 谢谢 如果加点芫荽 如果喜欢吃芫荽的话 会不会更香一点